好 那么呢 这种H5N2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 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农委会今天强调 这种病毒跟威胁人类健康的H5N1是不同的 不会传染给人类 不过呢 今天有感染科医师就表示 一旦呢 鸡脂感染生病 病毒很有可能会沾到鸡蛋的蛋壳表面 所以民众呢 在吃鸡肉或者是鸡蛋的时候 一定要煮熟 才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国内出现高病原性的H5N2禽流感疫情 能为会以铺杀近六万只鸡 但传出有疫情的彰化蛋机场 在这段期间内已经有180万颗鸡蛋流入市面 不过呢 我会强调 禽流感是一种家禽类疾病 与人体健康无关 那我会表示一旦禽鸟感染高病原性的H5N2 致死率很高 甚至有可能造成禽流感疫情 而鸡之受到感染就像感冒症状 甚至严重会死亡 但是这种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和威胁人类的H5N1不同 只会传染给禽鸟 不会传染给人类 不过感染科医师还是提醒民众 鸡肉一定要煮到全熟 鸡蛋不要生吃 蛋壳一定要彻底清洁 这样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那会强调会持续对病原厂周边 三公里内的养禽场 进行疫情仿视与病原监测 避免疫情扩大 而国内所有禽肉生鲜食品 及冷藏加工品 也都自即日起停止出口外销 三个月预估产值损失 大约7亿台币 记者赖巫区启峰 台北报道